考试院的存废在最近再度成为话题 考试院副院长的被提名人李懿洋 进到立法院去接受审查 那么他说 其实民进党跟他个人的长期主张 还是要废考试院 但是目前考试院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而针对他上任之后 马上就要处理的年金改革呢 被蓝营立委质疑是违宪 他则是反批说 马前总统的年改失败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内容 考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李懿洋 接受立委咨询审查 蓝委抨击民进党过去要废考试院 李懿洋前年还参加新国家宪法草案申员会 也主张不要试院 现在怎么又接受提名 难道着势经非 目前来讲考试院存在 确实有它的必要 您知不支持长远将考试院废除 长远因为这是民进党的主张 那我个人过去的这个主张 大概也是这样 双重人格 在你现实被提名人的时候 希望维持功能 未来 我希望你不要对我的人格 加以扭曲的 不要对我的人格加以扭曲 被指双重人格 李懿洋气道大声反驳 收费考试院依然是长远主张 而他如果顺利就任 首要任务将是年金改革 兰委质疑年改委员会 违宪临驾考试院 李懿洋反击马前总统 年改失败 打脸栏尾说法 但面对蔡政府的年改 李懿洋挑战确实不小 因为现任考试院长 多数市委都是马前总统提名 对年改态度保守 院内会议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我觉得好像有点羊鹿狼群 这是你的同事 这是何一致 里面的会议规则谁在主导 院长在主导 一般的公务员的话 那大概就是 不向个人追讨 向所属的政党或团体追讨 但是这些高官 因为他们领的金额 非常的大 甚至有说三十年下来 多领了五千万之多 那我这一部分认为 是应该要追讨 才符合公平正义 李懿洋六十二岁 现任公职人员保训会主委 过去从台北市议员 一路当到内政部长 也当过民进党秘书长 资历丰富 在民进党国会过半的情况下 周五投票 渴望顺利过关 女士新闻 综合报道